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倫卡 沒有錯 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C-S-Times 鐵魄他們家在2020年 第一件所推出來的作品 Gunbuster 那這件作品可以看到它的外盒呢 就是要比啊 以往所推出來的作品外盒還要來的大許多 正面呢可以看到 它是採用現稿的方式來去描繪出呢 它的機體樣子 相信呢 應該很多人對Gunbuster這個名字呢 非常的陌生 Gunbuster呢是出自於1988年勇往之前這部動畫當中 是暗野秀明的第一部的處女作 暗野秀明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 他就是有推出這動作品啦 新假面騎士1號 還有新福音戰士的導演 那這部動畫呢 也是一部非常經典的機器人動畫 Gunbuster呢是由Buster跟Machine 兩部宇宙戰機合體變形成的機體 由女主角法子擔任主要的駕駛員 整部動畫呢 會看到女主角一直吶喊她的必殺技 非常的熱血 動畫篇章也沒有很長 非常的推薦大家呢 也可以去欣賞 那因為她的機設呢 非常的強大 後續呢也成為了電玩機器人大戰初戰GT之一 在電玩當中呢 也創造出許多Gunbuster的招式 幫大家介紹完大家對Gunbuster是不是有了初步的了解 總之呢 她就是非常大 非常睡 招式非常熱血的機器人 那CZN STORY是他們為了要去紀念 勇往直前呢 已經誕生了35週年 然後她之後呢 可以看到啊 大大的機體圖 相同呢 有35週年紀念 以及呢 燙金的Gunbuster文字 背面經典的手繪圖 一本說明書 第一層呢 是Gunbuster的本體披風 還有她的招式特效件 第二層呢 非常大的肩甲 戰斧 還有8個電擊砲配件 兩盒滿滿的雙重巴斯塔電擊拳特效件 再來呢 是滿滿的替換手型 跟一些支架零件 下一盒呢 是CZN STORY是招牌黑金底座 最後一層呢 應該就是要裝上機體的零件 那我們就先把它組裝起來 將將 完成了 是不是超級大一隻的 那她整個外觀就是濃濃的 機械感 真的很帥耶 整體的高度呢 是有35公分左右 給MG 1比100出光的商品 她的尺寸真的大很多 那這件作品呢 算是我們目前收到 CZN STORY他們家的作品當中 分量最足 尺寸最大 配件上面最豐富的一件作品 外觀上呢 使用黑到發亮的金屬色 搭配飽恆度很高的橘色來呈現 基本上呢就是重現動畫當中的設定 那用現今的玩具技術 就要讓她看上去更加的有真實感 雖然說呢 這件作品她沒有辦法 進展出來合體變形的玩法 但是呢 機體上面的細節 通通都有做到外喔 像是她的頭部 眼睛 非常特殊的紫色單眼機構 還有鋼彈紅下巴 金色天線 整個搭配起來呢 就意外的很好看耶 脖子呢 它是使用金色塗裝 周圍啊 則是使用了槍鐵色 銀色 旁邊的裝甲呢 也做出了管線機甲內構 所以整個看上去呢 會更加的有層次感 外裝甲各處呢 還有添加新的刻線細節 裝甲上面的出氣孔呢 也都有運動槍鐵色 來去做到分色處理 關節處呢 也使用了合金的骨架 讓整個Gunbaster呢 有別於動畫當中的設定 整個看上去呢 更加的銳利 再加上呢 這隻Gunbaster呢 它是沒有尖刺的 所以在把玩上面呢 更加的有手感 手心的部分呢 除了有五指可動手之外呢 兩組飛彈手 持武器手 持球棒手 握拳手 更特別的是 它還有附上一隻 手吃自爆 蘇太羅的手心 手心上面呢 可以非常豐富 所以有更多不同的玩法 那在重量上面呢 它也非常的有重手感喔 可動上面的表現呢 因為啊 它擁有巨大的肩甲 所以會影響到 它頭部左右的擺動 以及呢 它肩膀平舉的效果 但是呢 基本上其他可動表現啊 就跟以往 這些TOYS作品呢 是差不多的 像是呢 肩甲上前面跟側邊 裝甲都是可動的 手肘呢 可以達到貼合的效果 那手腕呢 增加一段可動的設計 那在膝關節彎曲的同時呢 大腿外裝甲呢 還會有避讓的設計 可以達到貼合的效果 雖然說呢 肩甲的設計呢 會導致它在可動表現上面 會有一些卡卡的 但是這件剛發射呢 它在把玩上面呢 它有非常多好玩的設計 讓我來一一跟大家分享 肩甲呢 有設計隱藏式的砲孔 下拉噴嘴 上方呢 就可以看到 它會位移出雷射發射砲孔 總共呢 有六個發射砲 在腿部外掛的裝甲上呢 也有發射機構 也是可以展開來的 呈現出六枚發射砲 背部推進器內呢 隱藏兩面的小記憶 它是可以展開來的 那我覺得最讓人熱血的呢 是在大大肩甲內側 還設計了隱藏燈光效果 往開左邊呢 會呈現出藍色努力燈效 往開右邊呢 會呈現出紅色的更新燈效 光是這一點設計呢 就真的就非常的驚人 你們說這樣子的設計 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熱血 當然呢 頭部眼睛呢 也有燈光效果 眼睛呢 會呈現白光 巴斯塔雷射的地方呢 會呈現金光 你們以為就只有這樣嗎 在胸口中間裝甲呢 採用磁吸式的輕輕鬆鬆呢 就可以這樣子把它取下來 打背面滿滿的細節刻紋 金屬塗裝肋骨呢 還可以看到內部若隱若現的細節 而且它的肋骨呢 也是採用磁吸式的 可以拆線下來 然後大家清楚的看到呢 像是生物內構的胸腔 包覆著它的機體核心 縮退爐 那縮退爐呢 它也會亮紅藍光 而且它可以透過啊 後頸處的開光 來去切換成呼吸模式 就像剛Bash的呢 它是有生命的機體一樣 那也可以呢 把縮退爐取出 替換核主內鎖付的 電纜縮退爐配件 那這個配件上面的細節 其實做的超好的耶 塗裝還是電路上面的細節刻畫 都很寫實 搭配上呢 破損的肋骨 來去重現出來動畫當中的 名場景 另外呢 在划布呢 還設計了一個縮退爐 往外拉呢 就可以看到隱藏戰念的縮退爐 還有啊 它有補上原創披風配件 外層呢 它是使用黑色的 那內層呢 它是使用紅色 還帶有漸層色的效果 那披風的邊緣啊 就是有做出那種 破損的刻畫 兩側呢 它是可以自由的來去調整角度 搭配上去分量呢 更加的厚重 就會有一種 漂泊感 那披風呢 還給了手部專門的 披風替換件 我們就可以來去還原 剛Bester啊 它施展防護盾的樣子 只是呢 我還蠻好奇的 在動畫當中啊 剛Bester它就沒有披風啊 它的披風到底從哪來的 武器的部分呢 有附上戰斧 上面呢 金屬色的塗裝 非常的有質感 造型上的刻線 分色也都有做出來 那還可以呢 使用它裡面的連接鍵 把兩把戰斧呢 連接一起 變成單手持雙斧的帥姿勢 另外啊 還有一根棒球棒 那它還是一個 磁控燈的棒球棒喔 拿出特效件的能量球呢 吸在棒球棒上面 它會直接發光 超級酷的對吧 就可以重現出 電玩機器人大戰當中 巴士達全內達的樣子 還附上手指飛彈 可以來去做替換 那也有附上了 尖制履帶的配件 紫衣室的設計呢 我們可以直接把 它這個尖制履帶 直接吸附在腳底上面 搭配特效件呢 又可以完美的 呈現出動畫的 另外一個 名招是 巴斯塔閃電梯 最後呢 來跟大家分享 它另外一個 名窗金剛 Buster的 大絕招 雙重 巴斯塔電擊拳 首先呢 先把下手臂頂端下壓 就可以看到 隱藏在內的砲口 再搭配槍口配件 採用紫衣的方式 上下吸或上去 再裝上電流特效件 就可以展現出 電擊拳炸裂的樣子 再來不是最帥的 小腿觸呢 一樣呢 是可以下壓 展開隱藏的砲口 裝上槍口的配件呢 還有特效件呢 直接呈現 必殺戒 雙重 巴斯塔電擊拳 雖然說呢 組到上面有點麻煩 但是裝完之後 它整體的效果 真的很炸裂耶 外觀上呢 也非常的有震懾感 今天跟大家介紹 CTS Toys TfH所推出來的 GunBasta 不管是說外裝上面的 細節 機體隱藏式的展開機構 磁器式的燈組效果 其實都還蠻驚艷我的 而且呢 它又沒有赤手的外裝甲 在把玩上面的手感 其實加了還蠻多分的 最重要的就是 這件作品呢 還有可以完美的還原出來 在動畫當中 甚至說電玩當中的場景 像是呢 雙重巴斯塔電擊拳 以及呢 巴斯塔全雷達 都可以呈現出來 唯一一點呢 就是它在動畫當中 很長 雙手交叉的姿勢 但是因為這件作品 可以看到 它的下手臂 是做的比較粗壯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 做出雙手交叉的姿勢 也就只有唯一這點 沒有辦法達成 其他的姿勢呢 基本上 都可以來去還原動畫當中 甚至是電玩當中的場景 不知道大家呢 有沒有說過 CCS Toys他們家的作品 只要它出一件作品 真的都是 每出一件呢 就驚艷我一次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CCS Toys 鐵魄 航標2024年 第一件所推出來的作品 GunBaster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要介紹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看影片 記得要去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要下支影片 再跟大家見面囉 掰掰 影片 GunBaste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